VB Radio 真相發掘 以下節目 所有內容純屬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你確定你對手上的聖經 遼如指掌 你確定你所得知的宗教知識 真是神的演繹 當你指責別人是異端的時候 你自己又有沒有曲解聖經呢? 孝天讷 宗教研究學家 帶你從新的角度了解宗教 聖經研究 明珠台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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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就是Knowing的剧本 这齣电影 做完之后,大部分人都不喜欢 无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 因为我和基督徒朋友去看,他们都不喜欢 我问他们,为什么你不喜欢呢? 他们就说,剧本实在有太多不可理喻 不合理的地方 他就指出一疑 他就说,例如 那些外星人 他们搞这么多事情 在远度而来救走一些地球人 他应该是很关心地球人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他够少少,又不够 他不是不可以够的 为什么只是救那些小孩呢? 他选择那些人 究竟有没有一个公平 最后虽然你是救了一个小孩 但是你活生生 和他父亲分开 所以在某个程度上 你也可以说他是残忍 所以在心情上 实在很难接受 另外一个问题 例如 那些星球人应该是很聪明的 做到这么高科技 应该是很聪明的 但是为什么一些那么聪明的人 外星人 他们的沟通技巧 这么低能 他不可以好好地说一句话 他想救那些地球人 告诉那些地球人 你们的地球就快没有了 你们想过 想想办法 看看怎么办 他们又不是就这么说 他们要找一些小孩 用密码写出来 喂 谁人明白啊 最终搞到全世界 全地球只有Nikolas Cage 一个解到密码 你搞什么鬼 你好好地说不行 你由1959年到2009年 大概50年 你学几句英文 说简单的信息都不行 是要用密码说的 好好地说不行 所以很多人觉得这部电影 实在有很多泛博 难以理解的地方 所以他们就很不败 我觉得有趣的是 正如我刚才所说 knowing这部电影 他拍的故事 其实就是基督教 末世观的故事 所以那些观众 对于这部电影 不满的地方 其实你想想 也是现代人 对于基督教 末世论 不满的同一地方 是不是 不是每个人都像我那样 一看knowing 就知道他是在拍摄基督教的故事 所以这次人们不是针对基督教 有时基督徒说 你针对基督教 是又骂 不是又骂 根本就是antichrist 但这不是 人家是对出气不满的 但也需要反省一下 为什么人家对这出气不满 因为人家对这出气不满 基本上就是对基督教的末世观 亦不满 他们可以问同样的问题 例如神爱世人 但为什么有些人得救 有其他人又不得救 例如上帝 他经常跟某些人说话 在圣经里面 为什么又不跟现在我们 例如跟我 和一些不信的人 为什么不跟他们说话 可能你一说他们就相信 为什么又要搞到这么繁复 有人看圣经 又要看密码 又要听一些 说话 咦咚咚的牧师 为什么要这样 有个信息 你明确说不行 是要搞到有什么秘密 例如末世 你知道什么时候来 有心理准备 然后做一个自己希望的选择 那就挺好 你又不说 你去问牧师 什么时候才是末世 他们回答不了你 他会告诉你 圣经没有说 这个末世一定有 但圣经没有说 我不知道 人子也不知道 耶稣也不知道 要不要搞到这么秘密 我不是在批评这些概念 因为我也是基督徒 我怎么会批评呢 但我就要指出 这部电影 就证实了 这些概念 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说 的确是批不下 所以基督徒 例如地震的时候 你要说末世 你怎么和别人说 有时这些东西 不只是包装就可以 就像这部电影 他将整个基督教的末世论 他用一个科幻 即整个故事 科学化了 但是批评不下 就是批评不下 不是包装的问题 而是本质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很多基督徒 要讲末世论的时候 好像政治家 都要有自己的论述 就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就是别人不批评 不一定是针对你的 别人是有原因 而这些基督徒 教会 牧师 是有责任去想清楚 如何可以说得 让别人明白 至少你也要明白 别人不是针对你 是真的批评不下 你确定你对手上的圣经 你确定你所得知的宗教知识 真的是神的演绎 当你指责人家是异端的时候 你自己又有没有曲解圣经 靠天作 宗教研究学家 带你从新的角度 了解宗教 圣经研究 明珠台 优优独播 优独播 优独播 《真相法国》 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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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